接下来我们看金融债券 刚刚是国家主体发行的 再来看金融债券的发行成效对应的 我们来看金融债券的发行条件 政策性银行发行的 我们叫做政策性金融债券 大家还有印象吧 那么政策性金融机构 国开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金橱河银行 他们发行债券的时候 条件上就没有那么的苛刻 一般来说只要向中人民银行报批的话 只要中人民批准 就可以发行金融债券了 因为政策性银行 本来就是为国家产业政策 而成立的专业线金融机构 这不太一样 那么商业银行呢 他如果他发行的话 我们来看 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 他的条件会多一些 就不会像政策性银行那么简单了 他首先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核心资本冲租率不能低于4% 这个什么叫核心资本冲租率 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的核心资本东西指着商业银行的资本 就是核心资本除以风险加权资本 核心资本除以这个 风险加权资产 要大于4% 大于等于4%都可以 这是银行的特性的规定 这其实属于银行 当然大家可能听说过巴斯尔协议 对不对 这是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银行 他提出的一个要求 就核心资本冲率不低于4% 就核心资本除以风险加权资产 这个风险加权资产 就是哪些 他对于资产 对于风险分类 现金是没有风险的 如果是有呆账 坏账 或者损失类贷款 它的风险权重都不一样 会加权 那这个核心资本呢 就是商银行的 这个这个最核心的那一块 主要有实收资本 就是股权 普通股募集的资金 这是这个核心资本当中的一个 对吧 还有这个资本公金金 盈余公金金 为分配利润 都属于核心资本 就资本公金金 我前面讲过 高于票面额的 那部分收入 我100块钱债券 我卖120 20块钱就资本公金金 盈余公金金 就是每年公司的 这个利润当中 有一部分要提取 盈余公金金 对吧 还有未分配利润 全部属于核心资本 核心资本 刚刚我说的 普通股 获得的收益 持收资本 都是我们的核心资本 它要求不低于4% 这是一个比例要清楚 那么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这跟上市公司一样的 就你 我们上市公司 是不是也去连续三年 必须盈利啊 那么贷款损失准备 计题充足 我们刚刚讲了嘛 因为银行 它是通过发放贷款的 发放贷款的 而获利的一家 这个金融机构 就是银行主要通过 通过存贷款利差 来获取收益 当然银行也有 其他的业务来获取收益 比如说中间业务 比如说这个提供咨询 提供这样一些 这个种 代收代付的业务 它也会有收益 但是主要靠存贷款利差 那么既然有贷款 就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危险的贷款 风险的贷款 比如说有些人 他贷款他就是还不上 怎么办呢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当然有大白以外 银行每年的贷款 一定是能收回来的 不见得有些贷款 就会出现所谓的 这种不良贷款 我们知道不良贷款 对吧 就是所谓的 有风险类贷款 就叫什么刺激 可疑类 损失类贷款 当然这个我们 不用去了解 就知道 贷款损失准备 集体通俗 就是说 这些贷款损失之后 那么这部分资金 就损失掉了 我们得 这钱是属于老百姓的 属于储户的 所以要具体一部分资金 专门准备 就是出现这种 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能够弥补这一部分 的资产损失 就是你也得拿一部分利润 拿一部分的收益出来 作为贷款损失准备 具体 就是防止出现风险 那么风险监管指标 符合相关的监管机构的规定 就是作为我们的 这个商银行 那肯定得符合哪个规定 符合银监会的规定 这不是证监会了 那个银监会 符合相关的监管机构 就银监会 相关的指标 必须辅达标 然后最近三年 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 中国人民行规定的 其他要求等等 所以它的发行 就相比 这个 政策性银行 的要求 会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 好 这是商银行 主要的数据 核心资本送利不低于 百分之4 贷款损失 气体充足三年连续盈利 三年没有违法行为 再来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 企业集团 那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发行金融债券 它也可以发行金融债券 财务公司 那它的要求就更多了 因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相比银行而言 它的风险更大 所以发行的时候 条件就更加之多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良好的公司制度结构 完善的投资决策 设计制 健全有效的内部管理 和风险控制度 以及相应的管理性系统 具有从事金融债券 发起的合格专业人员 依法合规 进行符合应监会 应监会 我说了吧 应监会 有关 谨慎 审慎监管的要求 财务公司设立 一年以上 经状况良好的 申请前一年的利润 不能低于 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就是你 如果是设立一年以上的 那么这一年 这去年的一年 你的低人率 不能低于 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那么 且有稳定的盈利预期 申请前一年 不良资产率 要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就是你证明有不良资产 就是比较差的一些资产 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那么贷款损失准备 资产损失准备 拨付充足 这个跟刚刚 那个银行的不良贷款 不良资产准备 系题是一样的 因为资产如果出现损失 那些不良资产 对吧 比如我有贷款给别人 但这个贷款 可能是收不回来的 因为这个人 他不一定还得起 有可能出现了风险 导致他的还款能力 出现问题 对不对 这都是不良资产 都有风险的 对吧 资产损失准备充足 那么申请前一年 住宅资本不能低于三个亿 这个三已经反复出现很多次了 财务公司 申请前一年 注册资本是不能低于三个亿 金资产不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微行为 没有到期不能支付的债务 这也是要求的 就是你现在 这个财务公司在申请当中 是没有这种债务的 没有到期不能偿还的债务 包括引进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也就是他的要求就更多了 包括合理的治体结构 专业的人员 对不对 设立在一年上 这个利润率 平均率还不能低于 整个行业的平均率水平 就是你不能低于行业平均率水平 那么设立的资本 不能低于三个亿 净资本 净资产还不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就是你在中上 你不能在中下 你得在中上 同时贷款损失准备 都得拨付充足 这样的财务公司 而且不能有债务 不能有这种未到期 不能支付的债务 这样的财务公司 才具备发行金融债券的权利 就是才有资格 才有资格 否则是 没有资格的 你看 政治性金融机构 它的信用等级 政治性金融机构 是国家成立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发行就简单 只要人民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就行了 银行的话 就相对来说 负责 你看财务公司 是不是更加复杂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 汽车租赁公司 这个就更加不用说了 汽车租赁公司 和汽车金融公司 和消费金融公司 他们的等级更低一些 来看一下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我们金融租赁公司 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什么叫金融租赁 我们是跟前面 给大家讲过 汽车金融公司 往往就是 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提供消费贷款的 对吧 这种金融主体 我们去买车 我们可以去按揭 那么按揭呢 就是汽车金融公司 可以给我们提供 这种按揭贷款 还有消费金融公司 发行金融债券 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 具备良好的公司的 治理机制 这个是一样的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制 和健全的奉行观点制度 注资资本金 不低于五个亿 或等值的自由货 对换 这个五个亿是针对谁呢 是租赁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不能低于十个亿 它不能低于十个亿 主要这两个 这个呢 没有明确 不用去记它 也就是说 只要是金融租赁公司 一般金融租赁公司 一般就是银行成立的 就银行的附属公司 不能低于五个亿 如果是汽车金融公司 做CS债款的 那就必须不能低于十个亿 或者等值的 自由兑换货币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使人民币 你可以用手上 持有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 都可以 但是必须是对等的 就是你要价值五个亿 或者是十个亿 好 资本充足率 不低于监管的要求 这个每个部门 每个不同 有不同的 没有交出距离比 连续三年实际盈利 然后风险金融指标 符合相应的要求 最近三年没有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这都是一样的 中国银行和 中国银行 建筑管理委员会 规定的其他要求 会对于资质 比较良好的 但是没有 满三年的金融机构 只要是 有担保能力的 担保人 提供担保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一般要求 就是三年 以上 不管是你的 持续经营时间 还是你的连续获利时间 还有你的违法期间 都必须在 就是没有违法的行为 都是在三年以上 但是对于 总资质比较好的 但是没有达到 就是没有达到 时间标准 只要有 担保能力的 机构 或担保人 提供担保 就没有问题 就是他如果说 有资金实力 很强的人 在里面做担保 那也可以去发行 金融债券 那这就必须要有 担保了 所以这是不太一样 这里面关键要知道 就是汽车金融租赁公司 它的金资本不能低于 注册资本金 不能低于五个亿 而我们的汽车金融公司 不能低于十个亿 不能低于十个亿 这是他们的一些要求 一些要求 所以他们的要求 就会更加的严苛一些 像我们前面的 对吧 这个注册资本金 没有这样 只要三个亿就行了 对吧 这三个亿 财务公司只要三个亿 你看这都五个亿了 十个亿了 对吧 再来看第二 申请金融债券应该报送的文件 首期就是 申请金融债券应该提交什么样的文件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这个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 它由于是国家设立的金融机构 所以它在报送的时候 一般说就没有那么多 你看一下 主要是以下这些文件 向中国人民行报送 主要来拿下来 第一个最近三年的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金融债券发行办法 承销协议 发行登记表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的一些文件 因为主要就是你的发行办法是什么 你怎么才能用什么方式来发行 第二 承销协议 对吧 谁来帮你承销 第三 金融债券发行登记表 所以它要求就比较的简单化 比较简单化 好 这就是政策型银行发行的时候 它的一些注意的文件 这些我们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它熟悉类知识 得知道需要哪些东西 发行办法 你的办法是什么 你的承销协议在哪 你的证券登记表在哪 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其他的文件 好 再来看其他金融机构 那么其他金融机构 发行金融债券应该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下列文件 你看其他只要不是政策类的 只要不是政策类的 你会看它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内容就比较多了 我们看一下 金融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所以你得申请 发行报告 发行人公司张成或张成性文件规定的权力机构的书面统一文件 一般每个公司有张成 对吧 如果不是张成 就会是张成性文件规定的权力机构的书面统一 权力机构就是董事会了 对吧 他们这个同意的这个书面 或者董事会决议 对吧 股东大会决议 就是股东大会决议 应该说白了 就是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的这个书面决议文件 对吧 也可以 这是权力机构 那么监管机构同意金融债券发行的文件 还有监管机构 进行批准 你向中人民银行进行申请的时候 你监管机构是哪些呢 你要发行金融债券 你要是银行类的 你得向银监会进行审批 对不对 如果你是公司的话 财务公司的话 对吧 一样的 你发行金融债券 也得向银监会报批 对吧 因为是金融类的 就向银监会批准 也就是说得银监会批准 然后再向人民银行去报批 所以还更加复杂一些 三年的肯定是三年的审计跟财务报告 这个肯定不能弄去作假的 募集说明书 你募集债券的说明书 发行公告或发行章程 承销协议 这肯定要的 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的常债的计划 跟保障措施 就是你的这个发行债券的一个计划 是什么 然后你的偿债的这样一个措施 你才用什么方式来偿债 是分期付款 还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期 对吧 还是其他的方式 等等 然后呢 还有信用机构出具的金融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 和有关持续性评级安排的说明 就是得有信用评级了 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发行金融债券的时候 往往不需要评级机构参与 因为政策性金融是国家的成立的机构 所以它的信用等级很高 往往是不需要信用评级机构参与的 但是除了政策性金融机构 其他金融机构在发行的时候 都需要有信用评级报告 和有关的持续跟通报告的说明 就是你发行之后 这个信用评级机构 还得跟你持续跟踪 持续跟踪到一年 至少发布一次 就是你的情况 一年至少要发一次 这个相应的这种说明 就是关于你的 关于这个发行的这样一个评级说明 就是你这个企业 或者是你这个财务公司 或者是这个金融机构 关于你的债券的一个评级说明 每年都要跟踪一次 那还有发行的律师出具的律师意见书 要律师所参与 金融债券发行登记表 这个是一样肯定要有的 中文银行要求其他文件等等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要求就更加的多元化 因为这个债券毕竟是这个担心给投资人造成 就是什么无法偿还的情况 这个问题就大了 股票就不一样 股票反正是不用偿还的 那债券是由于要偿还的 所以为了保障投资的利益 在这一块规定的就会更加详细一些 更加会系统一些 所以这里面来看看他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这里面我们要知道需要哪些东西就更加的内容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要 好 这个如果出现这种选择题 基本上大部分你看一眼就知道要不要选 好 那么金融债券以协议成销的方式发行的呢 主持人还听应该要提交禁止调查报告 采用担保方式发行金融债券呢 还应该提供担保协议 或者是担保人资讯的说明 也就是说金融债券如果是协议成销的方式来发行的 那个成销商要对这个发行主体进行净值调查报告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的保健的特点是一样的 就是保健机构对于上市公司要做净值 这样的报告啊 因为是要负责任的 对吧 所以成销商帮你去卖 帮这个主体帮金融机构去成销债券 也需要对这个主体发行主体进行净值的全面的调查 但是因为怕担心风险 比如我帮你成销 结果你最后你自己还不上 那不就问题大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肯定要这个这个要要调查的 如果采用担保方式的 就是如果有担保啊 发行金融债券 那么还应该提供担保协议和担保人资讯 情况说明就是谁担保了 担保人的担保协议 要要要具备 同时这个担保人的这个情况 也得进行全面了解啊 好 如果有必要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商请啊 可以其他监管机构出具相关机构意见啊 呃这是这一块 那么跟大家说明 就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啊 要这个出具这个这个啊 这一块信用评级就是除了政策型银行之外 其他金融就在 其他金融 其他金融机构在发行 金融的债券的时候都需要去出具这个信用评级 但是呢 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点是 如果是定向发行的 就是我针对的对象是特定人群 那么只要获得特定人群的允许 就是我发行这种特定对象 对不对 那么我就只卖给他 我一部份针对社会权的公众 那么只要取得这个募集 特定对象的同意 是可以不用出具这个评级报告的 就是人家都认了 对吧 那你评级不评级报告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人家都确定他买了 然后他也同意了 不用出具评级报告 那你出具评级报告就不需要了 也说这一点就是如果说私募的对象 或是特定投资对象 他同意不需要出具这个评级报告的话 那这个是可以减免的 就是可以不用 但如果采用公开方面发行 必须出具评级报告 来看金融发行资金的操作要求 这个是熟悉 发行方式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公募或者是私募 两种方式 要么公开发行 要么是非定向发行 那担保要求 一般要有一些担保的一些要求 是否有担保 对担保人家还进行严格的审查 第三必须要有信用评级 刚刚说了 必须要有信用评级机构 在里面参与 除了特定对象发行之外 如果取得对方同意之外 可以不用信用评级 其他一律需要信用评级 那第四 发行组织 承销商的注册资本 不能低于两个亿 之前讲过 就是发行组织是谁 因为金融债券都需要 承销的方式来进行 必须要有第三方来进行 承销 那么这个承销机构 它的要求就是 承销的主体 它的注册资本不能太少 不能低于两个亿人民币 好 第五个 异常情况处理 还有其他相关事项 第五个 就是在发行公团 如果出现了异常问题 应该进行这种 及时的暂停 及时的处理 第六 其他的一些相关事项 OK 再来看第四个 金融债券的登记 托管于兑付 熟悉的知识 熟悉的知识 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些公司 有些责任公司 简称为中央结算公司 为金融债券的登记 托管 金融债券的发行 结束后 发行应该 及时向中央结算公司 确认债权 债务关系 由中央结算公司 及时办理债权 登记工作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对吧 反正任何的债券的 这个登记 都需要通过 这个登记结算所来进行 那债券需要托管 托管一般是放在 当你开户的 这个知识公司 那知识公司 再将他的债券 再存管到 我们的这个 登记结算公司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发行之后 一般中央债券发行之后呢 发行人应该 立刻与中央结算公司 确认债权 就是因为登记 你要去登记 到底是哪些人购买了 所以一旦 这个发行之后 马上要到中央 登记结算公司 去确认债权户关系 就是哪些人 跟这个发行主体 是构成债权户关系的 那么由中央结算公司 登记 办理及时 这个就办理这个 这个登记 债券的登记工作 就是我一旦发行之后 哪些人购买了 这个名册全部要 在中央登记 结算公司进行登记 那么这样对发行人来说 他也知道 他自己的债权主体 是哪一群 好 那么金融债券付息 或兑付日前 因为要付息 债券是有利息的 或者是兑付 有期限的 那么发行人 应当将资金 划入证券持有人的 指定资金账户 也就是说 如果要付息了 你要付利息的话 那么发行人 应该要付 把这个资金 要进行 这个的 偿付利息 对不对 这个要划到 债券持有人的 指定资金账户 而这个资金账户 一般就是 由这个登记 结算公司 来进行统一的 这种安排 他们来进行 这个统一的 相当说 交给他们来处理 然后呢 最后呢 再跟我们的 这种投资人 进行清算 清算 好 也就是说 还是跟他来进行清算 就是这个 发行人 将资金打到 他所指定的 相关的账户 然后跟我们的 投资人 进行相应的结算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 刺激账券 我们前面讲过 刺激账券 就是 位于这种 普通债券之后的 一种 债券 那么看他的特点 简单聊一下 他的特点 刺激账券是由 发行人发行的 固定期限不低于五年 这个时间 不低于五年 不能用于 弥补银行 日常性的 亏损 也就是说 这个刺激账券 它是不能用于 弥补银行 日常亏损的资金的 那么 本金和利息的 清偿讯序 在其他的债务之后 所以叫做刺激 但是一定先于股权资本 股权肯定是最后的 这个是不用多说 不管是任何债权 我前面说过 都比股权优先 好 但是它 它特点就是比普通债的 售长顺序要厚一点点 而且它的固定期限 不会少于五年 这是刺激贷券 我们再看混合资本贷券 简单了一下 混合资本贷券是指上 银行为补充附属资本 发行的 这个附属资本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过核心资本 对不对 核心资本之外的 全部是附属资本 包括什么优先股 我们了解的优先股 都是属于附属资本 还有什么 这种次级贷 次级贷券 中长期贷 都属于附属资本 所以 发行混合资本贷券 就是为了去 弥补 或者是补充 一部分附属资本 因为 混合资本贷券 也属于附属资本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的 核心资本 相信大家还没忘 对吧 核心资本就是实收资本 普通股的 资本供金金 盈余供金金 未分配利润 这都属于核心资本 其余的 通通都是附属资本 好 因为银行的资本 就分两层 一个是核心 一个是附属资本 这个 就是它的 那么清长顺序 位于股权之前的 还是要 股权之前 但是在其他附贷之后 就是 比它还要靠后 就是 它在于 普通的债务之后 而 混合资本贷券 在刺激债券的 还要后面 它的特点是 15年以上 而且10年内 是不可以 赎回的债券 发行期间 在 15年以上 并且 10年内 不能赎回 所以它 长期性质 更加明显 所以它 期限很长 这就是 混合资本证券 混合资本证券 好 我们只要 简单了解一下 就行了 它的作用 弥补附属资本 补充附属资本 对吧 附属资本 它属于 附属资本的 一个组成 好 这是第 六块 好 我们再来看 企业债券 企业债券的 发行和成销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金融债了 接下来就看企业债 企业债券 发行条件 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企业规模 达到国家 国家规定的要求 企业财务会计制度 符合国家规定 具有长资能力 且企业经营相遇比较好 发行债券前 这是关键 三年前盈利 所筹的资金用途 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这个一下 就连续三年要盈利 这是第一条 我们再来看 下面 企业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 具备以下条件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话 净资产不低于三千万元 股份制 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更高一些 有限责任公司 或其他类型的企业的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六千万 也就是如果是股份制公司的话 它的要求会低一点三千万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组织 六千万 好 第二个 累计债券的余额 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 百分之四 也就是说 你发行的这个债券 它的总体的这个余额 不能超过你目前企业拥有的 净资产的百分之四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企业的净资产是 三千万股份制有限公司 那你发行的债券的余额数量 不能超过一千二百万 不能超过一千二百万 就这个意思 就为了防止债务太多 你超过百分之四 那就意味着 这个企业的常在能力 你就会无法保证 因为净资产都只有这么多 然后你还超过了它的一半 对吧 甚至更多 那肯定不行 第三个 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 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债券是要付利息的 所以说 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 它的利润 就这三年的可分配利润 是可以足够付一年的利息的 就是至少保证一年的利息 这个才可以 你别人一年的利息都付不起 对不对 那你发现什么债券呢 对吧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这个 这是对它的额度进行控制 因为防止风险过大 这个是对它偿债的安排 有一些要求 就是你要能付清利息 对不对 你别人利息都付不行 那肯定不行 好 再看第四 它筹集的资金的头像呢 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 我们前面讲过企业类证券 企业的这个证券 它的是有固定的方向的 一般跟项目挂钩 跟公司债不一样 公司债一般跟这个项目不用强制挂钩 但是企业呢 它还要跟项目进行挂钩 所以它一般 它的目击的资金的头像是比较固定化的 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 手续齐全 用于固定账投资的 应符合固定账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要求 来看 原则上累计发行额不能超过总投资的60% 也就是说 你这个总投资 你这个你这个钱用于投资 对不对 你这个投资的目击资金 不能是这个总项目的60%以上 也就是说 不能这个项目全是借来的 对吧 要有自己的钱 所以也就是说 自有资金 人家说自己自有资金啊 要占到40%以上 不能全部是借的 对不对 那风险太高了 所以不能超过总项目投资的60% 如果是用于收购股权比例的 也是按这个比例进行 就是说我拿 我拿这种债券募集到的资金 去收购别人的股权 把别人的这个公司吞并进来 对吧 去合并别人的企业 那么同样是不能超过你的总共的60% 就是你要去 你收购人家一个亿的这个股权 那你募集的资金不能超过六千万 不能超过六千万 好 所以这是要搞清楚的 那么用于调整债务结构的 如果是调整债务结构 就不受比例了 不受限制了 因为你去募集这个资金啊 去发行债券 是为了调整自己的资产负贷结构 那就无所谓了 就不做限制 这个用途是严格规定的 你不能说我为了调整债务 然后之后呢 却把这个资金去用于去投资 或去收购股权 那个是违规的 那个是完全违规的啊 会受到相应的处置 那么 不说这个 但企业如果应提供银行同意 以债还贷的证明 用于补充这个运营资金 也就是说 你调整债务结构 有时候就是我们刚不说了吗 有时候银行贷款 对不对 我要还银行 那么还银行呢 我就不受比例限制 比如说我欠银行三个亿 那我可以募集资金三个亿 去还给银行 但是呢 这有个要求 就是必须要以银行同意 以债还贷的证明 就是银行同意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不受这个比例限制 就是 这个过程是需要银行在这里面 这个做出承诺 做出证明的 同意你用你募集的债来还贷 就是这个过程 那么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就是补充日常流动资金的 不能超过发贷总的20% 这个额度就一下就下降了 这很正常 你的目的是为了去进行正常的 这样一个运转的话 平常企业的现金流 那你就不能太高 对不对 你不能全募集的额度 大部分都是用于运营资金 那就说明你的现金流出问题了 对吧 你要募那么多资金 去靠这个去用在现金流这一块 那就说明你的企业的流动性 是出了很大问题的 那这样的企业 肯定是不允许发行债券的 对不对 所以它不能太高 如果说你的 目的是常的运营资金 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可以 你可以发行债券 但是不能超过总额的20% 这个用途 也是要加以披露的 必须要严格说明方向 而且要进行监管的 进行监 进行随时监督检查的 不要以为 这个可以随时 我可以不用 我可以不限制这个限制 我签那么申请 然后之后呢 我再不按这个比例来 不行 这个肯定 这个是严格会进行监管的 好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肯定的 也就是说 他在投资这一块 购买股权这一块 比例不能太高 60% 如果说是去还债 还银行的债务 比例不受限制 如果是补充日常流动性资金的 那就是20% 不能超过2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发行债券 对吧 我可以去 去解决这种很多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 在这一块 为了保证投资的利益 为了保证债权的利益 国家是说 做出很多限制的 防止出现风险 好 那么债据的利率呢 由银行根据市场情况来确定 但是不得超过 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也就是说 这个是有规定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企业债券 它的利率不能超过 同期存款利率的40% 不知道大家有印象 就是前面讲的 对不对 作为这个债券 企业债而言 它的利率 是不能超过 同期存款利率的 定期存款利率的40%的 如果是公司债券 随市场决定 随行就是 由市场来决定 但是企业债 不行 必须不能超过40% 所以这个比例 大家没忘 相信 以发行的企业债券 或者其他债券 未处于违约 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态 这个也是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发行新的债券 但是你其他债务 如果处于违约状态 或者你没有办法 付息的状态 那还让你发吗 你觉得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吧 就是你自己都已经违约了 你现在又发行 那你不是坑人吗 对不对 或者说 连本息都无法偿付 你现在又发行 你这不是害投资人吗 所以这肯定不行 对吧 这个肯定是 完全是会被否掉的 所以你要发行债券 可以 但是你自己没有 这个债务了 钱不是说没有债务 是你自己在发行的时候 没有违约 就你有债务可以 但是你这个债务 是不存在违约的 就是其他债务 还没到期 那没问题 但是你到期了 你还没还 那是不可以的 是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